保守其實2%半 所以其實如果說從我們的GDP成長率 跟我們的物價膨脹率相比較的話 我個人認為其實現在要說 臺北股市要馬上要出現崩盤 或是泡沫化的機會 我覺得還稍微低了一點點 我們臺灣的經濟成長率 目前各大研究機構 大概都4%到5% 樂觀點是5% 然後這個保守率是4% 4%多 可是如果說按照我們的主機出所公告的 CPI年增率的話 其實2% 然後如果他說太保守 其實2%半 所以其實如果說從我們的GDP成長率 跟我們的物價膨脹率相比較的話 我個人認為其實現在 要說臺北股市要馬上要出現崩盤 或是泡沫化的機會 我覺得還稍微低了一點點 時間點可能還沒有到 OK 時間點還沒有到 科技股比較不受到緊急循環的影響 他比較受到是 他有沒有新的產品 有沒有新的應用 有沒有新的市場 OK 但目前看起來這個都存在 新產品 新應用 新市場都有 新應用就是 例如說5G OK 新市場對不對 新的這個 例如說東協 東南亞的國家 新產品 例如說電動車 或是其他的低軌衛星等等 OK 物聯網的應用 OK 所以我覺得科技股這邊 其實比較不受景氣影響 反倒是原物料 這部分受景氣循環影響比較大 但是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原物料的商品的好 其實跟需求的拉引 跟成本推動有關 那如果說是需求拉引 造成的這個原物料好 就是它會造成均衡價格的上漲 跟產量提升 就像我們大學學經濟學 我們畫那個S跟D 這個S需求往上拉引 就是說其實D是往右邊移的 會造成均衡的價格往上拉高 跟均衡的產量也是會增加 可是如果說你現在是成本推動 會導致什麼 導致就是產出減少 supply減少 supply減少其實均衡的產出會減少 但是價格會拉高 那這樣其實對經濟 也並不是特別的好 是 所以我覺得 如果要我來選的話 這展望未來 我覺得其實我會比較focus 在電子股或科技股的部分 會稍微多一點 其實在去年以來 很多人在佈局美元上面 可能花了非常多的部位 那現在可能所剩無幾了 蠻多人都所剩無幾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說現在去做佈局 OK 一樣還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剛剛前面維太有提到 目前以新台幣的走勢來講 它算是全宇宙最強了 全亞洲的全宇宙 全宇宙最強了 楊老師會找你喝一下咖啡 不要隨便亂預測 我們台幣的走勢 我幫你約 楊老師我幫你約 以現在目前的新台幣的價格 確實就是這麼強 那在這麼強的情況之下 我們去佈局美元 其實本來就是相對便宜的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去投資美股 也是在搭個順風車 就慢慢咻咻咻就過去了 可以啊 其實在佈局上面 我認為說今年還是 以美股的狀況來講 會是相對完全的 那在佈局美元上面的話 可能就是會需要時間 去做一個等待 還是要分批佈局 會是相對安全 或是什麼 像這邊一樣 叫做一個 lässt佈局 可能是 的話 同樣是 H�星